好 我们刚才欣赏了优美的这个歌曲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两位的爱情故事 刚才阿姨上来就说说 你们是后来又再在一起组成家庭 才刚刚六七年 但我听说当初您跟叔叔一见面的时候 可是谁都没瞧上谁 是吗 和尚团的朋友给我介绍的时候 给我介绍的老伴 我说是大哥吗 放心 大哥 高兴了 非常高兴 当一见面的时候 傻了 小哥 叔叔还好吧 叔叔您身高多少 我一米七零稍微弱一米 怎么看着不止 看着很高啊 还有 吹牛一米六八 才一米六八啊 那叔叔我问你了 就说人家阿姨对你不满意很正常 你一米六八谁对你满意啊 但你对人家不满意 你凭什么人家长得又高挑又白净又漂亮又年轻 你凭什么不满意啊 男生要找对象一般都想找女生小十岁左右的 但是一见面呢 他暴露了自己的年龄 真正年龄 已经六十五岁了 跟我见面的时候 但是对我来说 后期一看着这人长得真漂亮 谁也说岁数大一点吧 长得还挺年轻 你们既然两个人都不满意 现在怎么走在一起了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就喜欢唱歌 要找一个会乐器的老伴 最好是找一个会拿手风琴的 这老头来了 来了 然后唱歌吧 我老伴 那首分的叫老伴 王老师 听他一首 廖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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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听唱廖斋 你是想把他吓跑吧 王老师 拿了手风琴 唱完了说廖斋 就这种感觉当时 虽然我们老了孩子们 虽然我们已经老了 但是我心里特动一下的 什么叫动心 在那个场合 我当时心里决定 这老头 谁也想起就是我的了 你就要追了 这个就对了 谁说老年人不能谈恋爱 老年人这样可以谈恋爱 而且要谈到 让世界充满 谢谢 真的 真是这样的